中国大陆已经是世界上一等强国 台湾狂战大陆超级机械世界领先 No.1 它现在厉害到什么程度 它弄了一个机器 这个机器高将近40公尺 重量2000吨的一个 它用灌模预制的一个方式 整个在里面慢慢慢慢往上顶往上顶 顶一次4.5公尺 多久5个小时 造一层的大楼多久 4天 如果100层的话400天 速度多厉害 光是这一台重量就2000吨 所以你看它有一千多轮子的承重机 它有一百多公尺的水泥的一个喷拱机 都打破世界纪录 在这个龙门型的吊车 只有一家公司能做 就是上海振华这个公司可以做 其他国家要取得这个龙门型吊车的话 一定要跟他买 这个吊车有什么意义呢 就是你要做大型船只 比如说做航空母舰 就非要有龙门型吊车不可 所以大陆能够有这个表现 我认为第一个有三个要素 第一个要素就是第一个技术的进步 就像刚刚俊明讲的这个超级钢的这种出现 这个不但出现在这个钢铁业 也出现在其他的这个行业上 另外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生产成本 就是生产效率 这个别人比不上 现在大陆它是工程机械之王 人家说全球50强的企业 中国大陆的工程机械之王 占了12个企业 速度有一艘航母 国造的 2008年开始动工 现在完成了一半而已 中国大陆比它晚了五年 你看它速度有多快 速度非常的快 速度看 人家是从无到有 而速度如此之快 这个就是代表他们 不是只有造船这个工艺而已 其他各方面的国防科技 电子这种种工业 有非常快速的 人类的世界一切都在求快 有一个东西也在求快 105秒 我就可以生产一台车给你 怎么可能 一台车子坐一坐 最起码还两天吧 这是中国大陆 华晨汽车最新的大东工厂 你看里头全部都是自动化的 包括焊接 然后装饰 所有整个打磨 全部都是自动化的手 人工机械手臂 然后直接这样打出来 我怎么看不到人在作业 因为它全自动 根本不需要人 它整辆车都是全自动了 对 这是在B&W的标准监督之下 完全照他们的模式去生产出来 所以它只要105秒的时间之内 就可以生产一台车 这么快啊 所以你看这个速度这么快 超无想象耶 对 嫦娥五号的事情 我再生讲 嫦娥五号的落地 不是科技层面的重要而已 不是探索有没有黑科技 或者有没有不知道的内容 嫦娥五号的落地 对国际社会最大的影响 就是中国说到做到 中国在2004年就告诉你 2020年我要有太空船上去 从月球采样再回来 它在2004年就已经讲 隔了16年大家都已经忘了 但它仍然记在身上 现在可以自己做民航客机 是 因为C919 我们在这个节目之前就谈过 因为它硬是可以比737 降低20个分贝 所以你在里面会更加的舒适 它发现一个东西叫私人医生 它装置一个私人医生 这个私人医生会在影表板面显示 你这些所有的零组件的状况 这个医生是飞机的医生 对 飞机 它是一个软体 安置在飞机里面 只要飞机任何零件 有任何的问题的时候 它就会提出警告 就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 它已经警示你了 我举一个电影像Max这件事情 它一上飞机的时候 它就通了电流 就发现到这个软体可能有问题 对不起你就不能飞了 明白 所以这件事情可能是 它这个C919最凶化的问题 前盾机居然要搞外销了 你看这个是他们这个前盾机 制造了他们的高层总经理 来接受这个记者访问 而且他们现在 几乎我们在台湾 台北不是有这个捷运万大线吗 他之前的这个两部前盾机 就是跟他们合作的 打破日本人在台湾 3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 前盾机市场 都是他们在拢败 可以想想想 工业技术当中 德国跟日本的前盾机 都是没话说 没想到中国大陆 现在的前盾机 还超越他们 而且你看到这个画面中的前盾机 每一台前盾机 它可以做到这种工程客制化 针对什么样的工程需求 它去打造专属的这样前盾机 实际可以从5、6公尺 到12、13、14、15公尺都有 哇 这么巨大 对 除了这个台北捷运万大线之外 接下来像我们桃园捷运的 这个绿捷 绿色的捷运线 也要跟他们合作 做他们的一个前盾机 来做这样一个工程的开挖 可见这个大陆的全球市场 包括台湾在 现在出现一个很大的机械怪兽 我们先看它的外形 你不觉得这样的巨大庞然大物 很想知道它的重量吗 4万多顿 它长117公尺 高118公尺 矗立在那 却能够闻12级风 却不动5-3 那它要干嘛呢 它在那边 就是专门在把海底下 可用的一些油气资源 还有一些矿脉矿物 通通给砖出来 找出来 名叫南京一号 它在水底下在作业的时候 最深的水深作业 可以达3000多公尺 而且呢 它的砖头啊 在砖的时候 可以直砖到 1万5千公尺多深 那个北京的那个大兴机场 前面规划的不算 就是那个工程团队2016得标 它2019盖好 盖了几年 六七八九 算它四年好了 人家北京一个这么大的机场 4F的机场 4F是机场的等级 是最大的机场 国际机场的评比 弄一个临时车站要盖5年 5年啊 花6亿1000万盖5年才盖得好 5年盖好之后呢 用5年然后要拆掉 船要通过三峡大坝的时候 不是开船开过去 是要坐电梯 也就是呢 我的这个船呢 开到这个地方之后 它会有一个升降装置 比如说 船在这里对不对 这个升降机就会这样 坐电梯给你坐下 那升降机在水里头的 没错 通常货运是最重的 因为它比如说很多车辆或重机具 你没办法飞机在 所以它那个轮船这样过去的时候 你光想 它在10分钟左右 可以完成40公尺的垂直升降 大家真的不要小看 因为我们现在讲的那个货运的那个量 那个载重的量 那个可能都是上万顿 而且就是表示这中间 你还不能够有任何的损耗 因为你如果稍微拖了时间 后面大家那个排队的那个船 全部都卡住 再来就是像一般重机具在载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 重机具一定这样 砰啊 轰啊 砰啊 轰啊 它们做到精细度到什么程度 你知道 放一个10块钱的硬币垂直放在那里 给你升降40公尺 10分钟内硬币还是在 你说呢 你以为人家盖房子像玩积木 所以盖得很随便 我告诉你啊 它们其实在盖房子的时候呢 它们能够盖得又快又好 甚至抗震还可以打9级 我首先带大家去看湖南长沙 你现在看到这栋宾馆 就是饭店啊 15层楼高 还好吗 9.6 左右的时间呢 它的GDP超越当时的 世界第一大国的英国 结果呢 现在在写世界史的人都要说 但是这个不包含 1980年以后的中国 大陆不仅40年开放 完成了世界其他 现在所谓已开发国家 可能历经200年 才能达到的经济规模之外呢 效率惊人 因为它身处崛起的时代 援引了21世纪的 各式各样的高科技 那你在传统工业的技术 如此可怕的惊人到造高铁造马路 造什么之后 那现在武军时代 把它拥在飞机的制造上面 三个人现在只要一个人做就好 所以它可以大幅的节省 而且它是怎样 它厉害是它可以把整个座位流程 全部录起来 录起来之后我会来 后来你直接给工程师去看 也不用检验 就直接云端这样检验就好 因为这一道厉害的地方是在于说 它不是只有这个设备 你还要结合云端的运算 还要结合一些这个 这个所谓虚拟的实境 还要结合这个人工智慧 所以这一套东西的话 它未来可以把它持续的商用化 全球的这个市场 哈 浅盾机居然还要搞外销了 你看这个是他们这个浅盾机 制造了这个他们的高层总经理 来接受这个记者访问 而且他们现在 几乎我们在台湾 台北不是有这个捷运万大线吗 他之前的这个两部浅盾机 就是跟他们合作的 打破日本人在台湾 30多年的这样的一个浅盾机市场 都是他们在隆盾 可以想想工业技术当中 德国跟日本的浅盾机都是没话说 没想到中国大陆现在的浅盾机 还超越他们 而且你看到这个画面中的浅盾机 每一台浅盾机 它可以做到这种工程客制化 针对什么样的工程需求 它去打造专属的浅盾机 实际可以从五六公尺 到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公尺都有 哇 这么巨大 对 除了这个台北捷运万大线 接下来像我们桃园捷运的这个绿节 绿色捷运线 也要跟他们这个合作 做他们的一个浅盾机 来做这样一个工程的开挖 可见这个大陆的这个全球市场 包括台湾在内 天坤号 自己的一个挖泥船天坤号 这个天坤号厉害到什么程度 完全没有人工操作 全部自动化的操作 AI操作 无人船 对 然后它一个小时可以抽出海里面的沙 海里面的碎石 海里面的泥巴 填一个篮球场那么大 一个小时填一个篮球场 对 然后你知道它厉害到什么程度吗 它可以挖到海里面三十五米 另外 它有一个那个混泥土的那个 那个拱啊 混泥土不是要 混泥土不是要到外面去填 填那个混泥土吗 它可以拉长到一点五公里 这在全世界排名第一 对 刚刚讲的是逆天的工程 现在讲的是逆地的工程 在上海的松江区 它有一个很老很老的大矿坑 那个矿坑根本没有人要去的地方 上海啊 对 上海 松江区 那个矿坑可能是20年代 30年代的时候挖矿 一直挖 只会往地下挖嘛 因为那时候的一个 中国的技术也不是很高 结果挖了以后 那矿坑已经废弃了 已经二三十年了 结果有人看上了 因为那个地方如果把它 卡在一个五星级的大酒店 那不晓得会变怎样 经过七年的设计 前前后后 20年就是施工八年 就光是施工跟设计 就花了15年的时间 终于在今年的年底要完工了 地上三层 地上三层包括lobby 包括整个景观 地上只有三层 它其实原来是这么大的坑 地下16层 所以它等于说客房通通在地下 对 那16层有两层在水下 在水下 这两层在水下 那水下有一层是水下餐厅 有一层是特别的水下旅馆 你这房间都没有窗户可以 有啊 它挂的怎么没有 它感觉就像瀑布一样 挂在那个岩壁上 都有啊 只有下面那两层是没有窗户的 但是你可以晚上睡觉的时候 你看到鲨鱼在你旁边游来游去 那不是很奇怪吗 所以这个建筑 它花了6亿的人民币 差不多30亿的台币 但是它也有耐震九级 他们现在已经上百个机器人了 你有没有看到整排排在那边 整排这样排过去 然后呢 他们现在只要一介绍到指令 对不对 这些机器人直接就去取货价 去拿货 这么厉害啊 对 拿货回来之后到检货员这边 检货员来看你拿的对不对 然后全部把它装好 把它放到购物箱里头 为什么 因为不是一个客人指定一样货物 他肯定好几样不同的东西 那这个时候 这检货员就把它全部装好之后 机器人再把它送到 那个送货架那边去 然后直接就可以准备选择出货 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都不会撞在一起 是 因为他们自己有回避的仪式 其实 我可以看到 移动速度多快 移动速度非常非常快 里面上面装的东西都不一样 都完全不同 所以他们各自接到指定之后 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 所以这真的非常厉害 跟传统仓库完全不能相比 你现在看 如果是传统仓库的话 你接到指定之后 那个捡货员先跑 跑到货下去 把货拿回来 再放好 再去拿另外一个货物 全部漏好 他一天不知道跑几十公里 那每天在跑 你看传统的仓库 就要这样拉着 推车到处跑 你知道不知道跑什么时候 所以现在你用机器人的话 他至少比传统的仓库 快三倍以上 快这么多 对 一个小时能够捡一百多样货物 非常非常的厉害 所以呢 在这种无人机械化的时代 做什么都要靠这些东西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峰 你说的